看起來還有那麼一回事 炸豬排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小丹Party V 我是小丹 他是專家 他目前為止還是一個對鏡頭不自在的黑狗 再硬言了 你還要怎樣 看完鏡頭了 再見 好 我們回來了 上星期的影片已經看到了 為了挑戰可以在Costco買了大特價的這個 這一才要在Costco售價只有這樣 煮了幾次下來 我覺得我對氣炸鍋的脾氣還沒有摸手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挑戰就是 不可以使用瓦斯爐 三餐都要靠氣炸鍋來做 不用瓦斯爐 只用氣炸鍋的 第二工作天的晚餐 剛剛突然想到這個點子 我這個人非常興奮 因為我好像很想吃 今天要來做這個 豬排 今天要挑戰做的是 炸豬排三明治 而且我在超雷吃場發現 竟然有賣這麼方便的東西 嘿 氣炸鍋專用的炸豬排炸粉 感覺起來這個調味都已經做好了 那我直接趕來試試看吧 喔 豬排好厚喔 就隨便捅它個幾刀好了 炸豬排 炸豬排 今天又來炸豬排 這次我真的完全都沒有調味沒有醃 單純試試看這個豬排粉厲害不厲害 喔 這豬排粉本身有很重的BBQ的味道 欸 哇 它好香喔 它就是洋芋片的味道欸 等一下我把你做成三明治 好啦 進鍋啦 說10到15分鐘 那就13分鐘好啦 GO 炸好了 看起來還有那麼一回事 炸豬排 掰掰 我們現在來為各位示範一下斷面秀啊 本頻道第一次要挑戰斷面秀 所以其實我也很緊張 哇 很好吃欸 這炸粉還滿厲害的 豬排超juicy欸 怎麼弄的啊 一心只想說斷面秀 忘了弄三明治 好啦 好啦好啦好啦 炸豬排三明治 今天為各位試吃第一口啦 我覺得除了賣相之外 其他都非常的成功 這兩個醬汁的搭配也很好 炸豬排粉也很好味道 那豬排呢 又很多汁 搭配生菜 整個就是清爽的不油膩 太棒 真的很好吃欸 人生第一次做炸豬排就上手 繼續 七大鍋料也挑戰吧 明天見 鍋一道是好吃 但是過了一個晚上 豬排變得好硬啊 所以現在知道啦 油炸料理是不適合放鍋葉的喔 啊 給你 吃 好 繼續吃我豬排啦 晚上的新料理見 噔噔 今天又真的又突然突然 非常想吃一個東西 所以今天的晚餐叫做 卡拉雞腿堡 想要什麼就買什麼 嘿嘿嘿嘿嘿嘿 鮮嫩雞腿肉 沾滿滿蛋液 就繼續用昨天的豬排粉好啦 沾滿滿 受不了了好香喔 超大一片雞皮 這吃的一定超爽 進鍋啊 GO 你們看 噢好香喔 這樣看起來是不是就已經很好吃了 欸欸欸欸欸 還要這麼燙嗎 噢好好吃喔 都好吃可以當成很棒的宵夜 雞腿比豬排還要油呢 出場啦 完成了 初學子類做的出來的 七大鍋卡拉雞腿堡 YA 但不及了 不行了怎麼辦 太長功了 這個會不會太juicy了一點 炸粉跟沾醬 跟美乃滋跟辣椒醬 超好吃 我這樣子兩三口就可以把一看堡吃掉 那明天中午要吃什麼 但是我現在真的好停不下來喔 我打客製自己想要吃他有慾望 那現在來做第二看堡吧 好像把自己肥死 遇到時候 您的人生也常常遇到類似的情況 吃一個不夠 吃兩個太多 讓我法克制的把第二個卡拉雞腿堡給吃掉 明天中午再自己想辦法囉 明天晚上見 因為昨天做的卡拉雞腿堡真的太成功 所以今天還是要走漢堡系列 歡湯不壞藥 今天要做的就是 早燒雞腿堡 咖啡就是在一個有果粉 一個沒果粉 因為這個沒果粉 所以雞肉還是要醃一下的 今天我真的打定主意就是 我要做兩個 然後把它通通吃完 大家知道在美國買雞腿肉 比買雞胸肉便宜嗎 醃個十分鐘嗎 哇 太期待了 醃料先不要倒掉喔 等一下我們幫忙翻面的時候 還要再刷一層上去 一瓶油都不用放 很好 百八十度十五分鐘 然後中間來翻一次面 待會見 好了 香是滿香的 不過看起來很正常耶 只有忘記先用太白粉抓一下了 泡菜起司照燒雞腿堡 完成 今天直接做兩個 有沒有 雞腿肉真的太厲害了 非常非常好吃 泡菜跟醬油跟蜜蜜的味道 超級合 我們來看一下斷面 雞腿超嫩超juicy 現在來做一下明天的午餐 拿這塊來試吃一下好了 就是照燒醬啊 鹹甜鹹甜的 明天見來 太好吃了 所以不知不覺已經吃完了 才想到要拍 對不起 本來以為放了一個晚上的雞腿肉 然後再拿去微波 一分鐘的雞腿肉就會老掉 不會 還是很好吃 還是很入味 連續吃了三天的漢堡三明治系列了 今天晚上要吃什麼咧 晚上見 噔噔 氣渣酷挑戰 莫名其妙變成了 漢堡與三明治的挑戰 還不錯啦 我在冰箱裡發現 哇 放了好久好久都沒有用到的東西啊 嗨大家好 這是肥波 這裡是VS Media 想讓更多人看到你嗎 歡迎來投稿 投稿連結就在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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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漲鮭魚 今天就來做整片鮭魚漢堡吧 嗯 嗯 很香 太白神抓一下 我在冰箱裡面要找到了 哇 這一罐不知道放了多久的生黃瓜 那我們來做塔塔醬 做塔塔醬的方法就是 我大概給七碎 好 洋蔥泡水 嘿嘿嘿 簡易的懶人塔塔醬就完成啊 哇好香喔 腰小 我們今天使用蛋液呢 加了大量的白胡椒 還有七味粉 待會兒見 回來啦 夾到今天的鮭魚排 來 滿好吃的 其實就是麵包粉跟魚肉的味道 你看喔 總共現在是要配漢堡了嘛 味道不夠的沒關係 炸鮭魚塔塔醬漢堡 完成 這一定也是很好吃 但是吃到最後一定也是 就是非常的狼狽 哦 塔塔醬很好吃 這個算是還滿清爽的漢堡 吃起來像是再豪華版一點的麥香魚 塔塔醬跟洋蔥跟起司 真的就很好吃了 那明天見 掰掰 來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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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恭喜我 吃 一個禮拜不開瓦斯爐 只用切大鍋做到零挑戰 成功 耶 你也興奮一下 都不興奮 最後呢就讓我們來一起看一下 這個禮拜的好朋友 我們的切大鍋吧 它的容量將近6公升 然後我還滿喜歡它的介面的 就是純觸控螢幕 它比較假掰的部分 就是它的Preset有非常多模式 但是 認真一點看說明書都知道 它只是裡面有不同的溫度 跟不同的時間而已 所以這些按鈕其實都很花俏 如果把翻面提醒打開 它就會在加熱到一半的時間的時候 嗶嗶一下 然後這樣就翻面 很感謝大家的是 我可以在家裡做油炸料理了 而且幾乎不會用到油 也不會成油煙 還可以產生自己的 越吃越健康的感覺 以上就是這個禮拜的 Cost for Gormia 七大鍋 一週挑戰 幾乎都是在吃漢堡 呵呵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真的非常非常感謝你的訂閱按讚 留言分享 本頻道就是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 那我們下一次的影片再見吧 掰掰